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像一个被随手扔出的瓶子 把我静静的抛弃 均匀的呼吸 在第二天的晨光里凝视大地 像一只凶猛的蜥蜴 我不需要你 不需要你 尼明 仅此而已 你不只是你 所有是你 尼明 仅此而已 各位好 我是小傲虎 我是一個說唱歌手 他才想一塊木頭 謝謝 這個都可以先給你點太黃眼睛了 感謝泰的邀請我今天來到這 我要特別感謝一下萬欣遠 他是今天的一個志願者 是一個同學 在和他接洽的過程當中 我得知了他有一個愛好 就是在宿舍裡拿小鍋自己主動一吃 這個舉動引起了 他同宿舍那些男生的不滿 但他一直堅持著做了四年 我說你今天帶點給我吃吧 他說我們今天有贊助 有披薩 有精美的沙拉 你可以吃那些別吃我的 我說我想要的東西 可能不一定在那些精美的盤子裡 可能就在你宿舍的小鍋裡 因為終有一天那個東西 能夠傾倒眾生 那個東西就是時代精神 雖然只有十分鐘的時間 但我願意花這一分鐘獻給他 謝謝你 欣遠 我想跟大家分享幾個場景 你是一個巨大的鐵籠子 裡邊汗流浃背 站著兩個赤膊的黑人 他們擺出格鬥的姿勢 若狠狠地盯著對方 瞄准著對方的眼眶 被打斷的牙齿飛出了鐵籠外 那外邊圍攏著白人 他們手裡拿著錢 他們在大聲地叫嚣著 他們在賭博 這個場景是發生在三十年代 美國 南方 一個很平常的週末 這種對抗 有一個冠冕堂皇的名字 叫皇家對決 但是你知道 在搏鬥的人 這種九死一生的奴隸 他們是奴隸 他們是黑人 但他們為什麼要來 那微博的獎金 根本不足以去治療他們 在這場搏鬥中受的傷痛 但他們還是來了 就是因為這是唯一的機會 那一個瞬間 他可以證明自己比白人強大 他可以證明自己的尊嚴 用自己的拳套 哪怕面對的是自己的同胞 畫面一轉 第二個場景 2002年 我是一個高中生 我走出學校 在盜版DVD攤上買了一張盤 回家放進了DVD機裡 屏幕上出現了一個畫面 那是一個白人 他汗流浃背 舞台下邊 擁擠的全是黑人 好像顛倒過來了 那個白人的對面 站著他的對手 但這一次 他們不是用拳頭 他們是用舌頭 用思維 用心靈 用現場的記性 那邊的對手是什麼人 是一個黑人 而且是一個富有的黑人 而這個白人 他的生活在平民窟裡 那個黑人成足在胸 他知道這個白人 所有一切的糗事 他知道他有多麼卑微 所以他知道 在這種說唱比賽當中 他可以很輕易的 讓大家發笑 可以讓他難堪 在短暫的沉默之後 這個白人 終於開口了 他說 沒錯 我知道你要說什麼 我住在平民窟裡 住在拖車裡 我的媽媽甚至跟我的同學 搞在了一起 我的女朋友昨天離我而去 我有一個妹妹 可為了保護她 我無能為力 但那有什麼關係 我貧窮 這是真實的生活 我就是這麼過 我也這麼說 不像你 生活在富裕的家庭裡 什麼是街上的生活 你根本就不懂得 他贏得了這場比賽 這個瘦小的白人 就像一隻驚恐的兔子 但在這個瞬間 他咬人了 我當時看了這個 我不明白 他意味著什麼 我非常激動 我顫抖 我出汗 直到有一天 我也站在了北京的 這樣一個地下的 說唱比賽的舞台上 我終於理解了這種感覺 它跟現在不一樣 因為那個時刻 沒有精心準備的演講稿 它只發生在那一瞬間 它也沒有太多為你準備的 精美的PTT 你只有最原始的方式 那是最古老的 遠古的假故事的方式 一把火 一張嘴 一些人 你盯著對方 猛烈的音樂響起來 你甚至沒有時間去反應 我不知道那些詞語 是怎麼蹦出來了 但我知道它那一刻 直接通了你的心靈 因為 freestyle 即興的 說唱 是不能撒謊的 我記得那一天我非常尷尬 大家都穿得很漂亮 而我肥大的牛仔褲裡 有一條緊緊的 繃在腿上的濕漉漉的秋褲 它裹著我的腿 但那個 感覺如此真實 如此潮湿 它就像是 就像首詩一樣 它也提醒著我 在這個地方 你要說出所有的真實 哪怕是這條潮湿的秋褲 你要說出它 因為這就是你的處境 我一下瘋狂的迷上了說唱音樂 我太喜歡這種感覺了 這也是為什麼 今天我可以站在這兒 跟大家分享這些感覺 正當我 抱著雄心壮志 經常跟別人介紹自己 我是一個說唱歌手 我是國內頂尖的 freestyle MC 我甚至還可以跨界 我想把我的音樂 把這種 當時嚴重刺激到我的這種感覺 分享給更多的人 唱片工業死了 唱片工業死了 有一個老頭 叫宋什麼 當時帶著白衣飄飄的人們 在校園裡彈吉他 他現在去賣烤鴨了 他說這個東西賺不了錢 沒法玩了 所有的人都是悲觀的看法 我就像站在一個孤島上一樣 我不知道 我該怎麼把我的音樂團播出去 我多希望有一個瓶子 它可以在我手裡 我遠遠的把它拋出去 就像一個漂流瓶一樣 它是一個求救 我想問問 有沒有人可以回應我 就在這個時候 它沒了 我發現一個瓶子 我發現它了 這是我事先搁在這兒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掉了下去 它是我平常喝剩下的啤酒 我有時候喜歡喝一點酒 但放心不會灑酒瘋的 我把每個瓶子洗乾淨 我想 既然我那麼想求救 那為什麼 不把我的音樂裝在瓶子裡呢 我們都知道 CD已經過去了 無論還有沒有人買 但它已經成為了過去 於是 我買了一千多張紙 這種紙撕不爛 也不怕水 它是求救我的最好的載體 我在上邊每封信都是我親自手寫的 並且留一個謎語在那裡邊 我把那個信折好 罐上從海邊淘的沙子 裝在我喝光了的這種啤酒瓶子裡 再拿木酸釘上 用火漆封印 蓋上一個屬於我自己的章 這就是我的專輯 我把我的音樂放在一個網站上 我把那個網站稱作一個島 如果你拿到了我的信 破解了裡面的謎語 你就可以登上那座島 聽到我的聲音 而且 我不知道在座的 有沒有小時候 幫爸爸換個啤酒 我們都知道瓶子是不會扔的 它要不停地轉換 所以 拿到我的瓶子的人 我也告訴他們 希望你們把瓶子飄回來吧 因為它是一個求救的瓶子 我也想聽到你們的故事 聽到你們的感覺 我先生有一些猶豫 到底會不會有人 真的會買這個瓶子 也會不會有人還會寄信回來給我 沒想到 真的有很多的人寄不來 我現在也收到了一百多個回信 也就是一百多個飄回來的瓶子 而且 他們的創造力 超乎我的想像 其中我收到的第一封信 是一個長信 它寫得非常長 它說我的聲音讓它想起了北方的冬天 它是在黑龍江出生的 但三歲就跟父母去了深圳 他說 他非常想念那種乾燥的爺們一樣的刺骨的冬天 還有一個人 他裝了很多東西在瓶子裡 有一張加油站的發票 有一個煙頭 有一個他在酒吧喝醉了的 別人拍的拍里德的相片 還有一本書的封面 的一個切片 他把它裝在瓶子裡 他告訴我 這就是我想對你說的話 你給我留了一個謎語 現在我留給你 還有一個人 寄出那個瓶子非常重 我拿回來看 他填滿了沙子 以至於我最後只能把瓶子摔了 才能拿出那個沙子裡的那封信 而且我一看那些沙子都是潮湿的 那封信裡寫著 你把海的感覺帶給了我 我是一個青島人 所以我在一個暴風雨的夜晚 我在海邊 裝了那些被暴風雨擊打過的沙子 裝滿了一瓶子 我想把那海的味道帶給你 因為謝謝你 給了我這麼浪漫的一個記憶 我一下子就發現 太有意思了 這個瓶子竟然真的讓我得救了 而且 它不僅僅是傳播了音樂 傳播了這種交互 更多的是 我看到了 原來對美的渴望 還有對個體的表達 就藏在每個人的心裡 而且 只要我們有這麼一個契機 無論是這種互聯網工具也好 還是這種 帶著手工的溫度 最質樸的 一對一的這種方式 都可以激發出 他們無限的熱情 還有浪漫 這就是我的故事 即興說唱 還有裝在瓶子裡的說唱 最後 我想獻給各位一個禮物 那就是我剛才描述了那麼半天 什麼是即興說唱 它有多麼激情 有多麼不受控制 有多麼自由 我現在想為你們表演一段 但我需要你們的聲音 能不能 隨便 你們誰 心裡對時代精神 或者對什麼都可以 告訴我一個詞 我需要三個詞 把它們給你們串成一段 只發生在現場的說唱 喊出來就可以 霧霾 什麼 霧霾 正能量 正能量 交通 交通啊 給我一點掌聲 再給我一點激動 沒有問題 我感覺到了每個人的騷動 但是我又有點堵塞 彷彿今天外飛北京的交通 但我知道堵塞的不光是交通 還有人與人的溝通 互聯網的應用 眾聲喧嘩 又各自沉默 我們拿著手機不停地拍攝 想要留住這一瞬間嗎 想留住我 還是留住你這望我的一刻 或者說 這燈光也照不亮 因為這霧霾阻止了這種光線的反射 我們每個人呼吸吐吶 我們看著那些工廠 那些被侮辱的公權力 那些讓我們一天一天消失的天空還有綠地 過去我站在城牆上 一眼望到了西山 但是現在 我連最後一排的觀眾 我都有點看不清楚 因為眼睛裡長了白斑 是嗎 正能量 他們每個人都在呼喊著 從明星到公知 到那些告訴你 莫須有的尊嚴的中國夢 他們說那裡邊 充滿了光 充滿了希望 他們說每一個孩子 都應該像花一樣成長 可是 我把花都聞在了我的身上 他們覺得這哥們有點危險 像個流氓 我只好把自己去流浪 但是竟然被請到了 這樣一個冠冕堂皇的大禮堂 時代精神 是嗎 這個燈光你照的亮嗎 這個相機你拍的下嗎 當他留回家 這一刻全都流失 就像點霧霾 他也阻止不了我們的熱情 我們在吞食的 用我的肺 我為什麼不停地說 就是不停地呼吸 把自己變成一個吸塵器 為了給北京一點清晰 讓我看見天上的星星 他照亮的什麼 照亮的不是你和我 照亮的不是時代精神 照亮的不是因為或者如果 照亮的是 我們真的把自己拿出來 就在現在即興的激情 這才是正能量 給我們每個人賦予的一柄利劍 賺說給他 stim꾸로 感谢您的观看